他们是比恐龙更早的地球军农 为了生存 他们演变出了必杀利器 但居然有胆大之人 把毒蝎变成盘中的石 甚至利用蝎毒治疗疾病 静静收看走进科学 毒蝎传奇 在四亿三千万年前 他们就已经出现 用强壮的处枝和剧毒的伪针 迎战各种风险 经过亿万年的演变 依然保存着远古祖先的外貌特征 只是他们隐藏得更隐蔽 手段更加凶残 在民间 人们把蝎子 蜈蚣 蝉蝠 壁虎 以及蛇 合称为武毒 而蝎子则为武毒之手 蝎毒中含有神经性毒素 一旦被蝎子遮伤 会让人剧痛难忍 然而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蝎子入药已有上千年历史 至今仍在被人们使用 有些人甚至认为 经常吃一些蝎子 还能预防风湿类疾病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生物专家 组成的科研团队 研究毒蝎已经二十多年 目前正在从基因领域中 寻找蝎子 可以治疗疾病的科学依据 李刘群家住在河南省筑马店 养了几只波尔山羊 这天晚上 李刘群把羊赶回眷里 等把一切收拾停荡 他便匆匆 观好羊卷护栏 赶往村西边的山上 在一片乱石中 李刘群不停地翻找着 这座山上的植被非常茂密 只是灵星有些岩石 风化后滑落的碎石 在这些碎石下面 就隐藏着李刘群最喜爱的东西 突然 一只蝎子受到惊吓 从隐藏的地方钻了出来 这正是他要寻找的 作为一种能够治疗疾病的药材 在市场上 一只蝎子能卖一两块钱 李刘群显然是个捉蝎子的老手 蝎子不但没有遮它 似乎对它还有些惧怕 原来李刘群捉蝎子 并不是为了卖钱 而是为了一个特殊的嗜好 他喜欢吃蝎子 其实像蝎子 蝎虫这样的节肢动物 很多人都喜欢吃 通常人们会先用盐水浸泡 清洗蝎子身上的乌乌泥土 然后用油 慢火炸至金黄色 近200度的油温 不仅能杀死蝎子体内的各种微生物 还能使蝎子的口感更加酥脆 可是李刘群吃蝎子并不要这么麻烦 既不清洗也不用油锅炸 而是生吃活蝎子 紧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小瓶里就装进了五六只蝎子 李刘群坐在地上准备享用今天的收获了 李刘群正吃得金鸡有味 恰巧被武汉大学的吴英亮教授他们看到了 惊讶地围拢过来 你真的吃什么呀 吃蝎子的 吃蝎子 刚才你吃了几只 吃三只 吃了三只 现在什么感觉 心难受 心得难受了 心跳快 定多吃一个粒都可以了 心跳加快了吗 你眼前说我一天都吃五个 一天吃五个最多 最多吃五个 最多吃五个 第一次这里的时候很疼吗 疼 对 疼得疼你一天一夜 你自己中的喝嘴巴说不出话来 说不出话来 那第一次你吃得那么疼的时候 为什么以后还继续想吃呢 因为你已经疼得你嘴巴都很肿 说不出话来 不是 什么事 但以后我还 那医生我打针 出来我还吃 你当时是生了病才想到吃蝎子 没有病 吃蝎子之前也没有生病 没有病 吃了不生猫病 三十多年前 李刘群不小心被蝎子遮伤了脚 并立刻红肿起来 当时他一气之下 把那只蝎子塞进了嘴里 从此以后竟然喜欢上了生吃蝎子的味道 后来他听人说 吃蝎子能治病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 从那以后 李刘群就经常吃蝎子 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我国传统医学很早就开始用蝎子 蜈蚣等一些有毒生物 入药治疗疾病 时至今日 蝎子依然是一些明方艳方的主要成分 泪风湿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 常常造成患者关节肿胀变形 给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而治疗这类疾病的药物中 经常能见到蝎子的身影 弯了弯了 是这个剑翘的狼肿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它已经实际上消多了 以前慢慢捕捕地走 慢慢捕捕地走 现在怎么样治疗 现在捕一走 它以前是需要用妇理的 根本都伤失了劳动的能力 和工作的能力 很痛苦 通过这近几年的治疗 这个病人 它基本上解决了生活治理这个问题 你像那个古方有个签证伞 签证伞里面就是有权蝎 它就主要是做治疗中风的 还有一些就是小儿经风 这些就是破伤风 这些药 这些里面基本上都有 那个全蝎和蜈蚣 这些药它都是用了 临床比较多的 那么在特别是有些风湿 内风湿 这个方面用的也比较多 但是传统医学 用蝎子入药 要经过严格的炮制 之后用全蝎入药 根据需要 做成完散高单等不同的药品 这样既能提高药效 还能去除有害成分 在应用的时候 要注意这三点 就是一个就是炮制 降低毒性 一个就是配武 再一个就是辩证 失智 那么古时候有炮制 也有 要是要降低毒性的话 就是去它的足 和它的那个尾部 它的尾部这个地方的毒性 是要大一些 李刘群虽然知道 吃蝎子可以治病 但是像他这样 生吃活蝎子 不但容易被蝎子遮伤 还把蝎子身上 携带的大量寄生物 吃进体内 反而会危害健康 吃活蝎子就要注意了 因为它的一个是 它是那个蛋白 没有完全变性嘛 就可能会 会过敏啊中毒啊 那么油炸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 它的吸毒 它热是不稳定的 所以油炸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一点 但是就是尽管这个样子 那么吃蝎子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 因为它是属于是毒性药 还是要注意 但是那么就是 在那个认诊期 是绝对不能够用的 在乌荫量看来 传统医学 虽然适用全蝎入药 但不可能 蝎子身上的所有物质 都能治病 蝎子这样的节肢动物 身体主要是甲壳素 和动物蛋白 这些物质 在其他昆虫身上都有 蝎子并不占特别的优势 蝎子唯一特别之处 就是蝎毒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 当时一个老中医人 张三雷 他在本草中医 本草争议这本著作中 也明确记载了 蝎毒的严用功效 这个中医的蝎毒的严用功效 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那么单独使用蝎毒 是否可以治病呢 武汉大学蝎子研究团队 为了找到蝎毒 可以治疗疾病的科学依据 调查了国内22个省的180个县 记录下了54种蝎子 其中有很多新的发现 海南踩蝎子的时候 海南老百姓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 老百姓告诉我们 因为海南不把蝎子叫蝎子 叫弯钩 我们说弯钩 说蝎才不懂 最后我们把照片给他看 他一看他叫弯钩 他说就是往那个身上 往自己身上喷 喷兜的那个东西 我们说他为什么往自己身上喷兜 那么我就讲了 海南 亚瑞带 潮湿 气温高 肯定均力度 我们说搞不好这里面 会有很多抗菌的东西 在南京考察的时候 吴英亮他们意外听说 当地确实有人用蝎子的毒针 遮自己治病 南京市高春区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据说三国市 这里曾是孙权的放麻场 由于周围环境水网密集 当地人从没有见过蝎子 五年前 史月龙看到蝎子在药材市场的巨大潜力 和一些人喜好吃蝎子的市场需求 开始养殖蝎子 在养殖中 史月龙发现了很多蝎子奇特的行为 每到六七月份 史月龙就经常看到 蝎子这样推来推去 开始以为这是蝎子在打架 观察后发现 这两只蝎子是在准备交配 我们称之为交际舞 是蝎子跟母蝎在交配过程当中 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因为蝎子作为一个体外受精的话 这个公蝎的话 和母蝎它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环节 才能真正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交配 这样的昏舞可以持续一两个小时 现在它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熊蝎子把带有精子的精夹粘在地上 然后把磁蝎子猛地往回一拉 将精夹刺进磁蝎子胸部的生殖孔里 磁蝎子交配一次 可以连续产子三到五年 蝎子是卵胎生 每到七八月份是蝎子的繁殖高峰 这只母蝎正在产卵 幼蝎子刚出生时包裹了一层卵膜 几分钟后 幼蝎的尾巴和腹肢才从卵膜里伸出来 纷纷爬到母蝎子背上 它在母背上面可能停留一个礼拜 甚至十天左右的时间 主要是说这个时候它主要的营养成分 是靠它在母体里面的胎的一个黄 就是维持它自身的营养需求 它是不需要外界的营养来去经常补充 使月龙发现母蝎子产下的卵中 经常夹杂着一些没有发育成熟的卵 而且在产卵期间 它们非常讨厌外界的打扰 一旦有别的蝎子靠近 母蝎子就会奋力攻击 但有的时候母蝎子也会抛弃它的孩子 不等小蝎子爬到背上就溜走了 特别是突然之间的一个惊扰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母蝎子会本能的就是说 把小蝎子给它通下去 那么也可能在这个残载的过程中 它会停止残载 也可能的话 因为惊扰或者说环境的话 一个突然之间的变化 它就有一个受激反应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说它会表现出来 就是说一种自我保护 一种行为 在野外蝎子喜欢独居 每一只蝎子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一旦和其他蝎子相遇 就会大打出手 但大规模人工养殖 却让蝎子适应了群居的生活 到了晚上 养殖房里变得热闹非凡 经过五年的摸索 史月龙不但掌握了蝎子的繁殖方法 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 听说用蝎子的毒针遮了 还可以治病 还真有人找上门来 主动要求让蝎子遮自己 这一天 吴英亮在史月龙的引领下 找到了那位患者 您关机不舒服是吗 颈椎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它就是胀 胀 痛 胀又胀又痛 咱在哪个部位 咱在这个部位 咱在这个部位 当时这一片也不舒服是吗 本来是这块 这块 这块扎针就扎 扎一刀这块 扎针之后 它移到这一块 蝎子扎到这里 又移到这一块 这块痛就在这块扎的 这里痛就这里扎 扎了之后 这里好了 这里好转了 好转了 两个指头就麻了 现在两个指头麻了 麻了就在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又用蝎子折了一下 折了一下 现在比以前是喝不少了 比以前好多了 反正还有一点点感觉 一点点了 我被扎过 扎过这四个 其实我们扎这四个 痛得什么 就跟那个锅锤色人们痛一样的 弄得要命 它想一点儿不痛 无论是生吃活蝎子 还是将蝎子炮制入药 甚至冒险 直接让蝎子的毒针遮换处 都是为了治疗疾病 用毒蝎治病 虽然沿用千年 但它的科学依据 又在哪里呢 种种疑惑 让几位专家决心 要揭开毒蝎的神秘变杀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几位专家 二十年前开始研究毒蝎治疗疾病的激励 重点研究的是 我国分部范围最广的东亚前蝎 我们现在所说它的毒 就是这种人有多疼 对人的危险有多大 这种动物能够死 它的危险有多大 但是实际上这毒 它综合起来是毒 实际上耽固的 都还是有药用作用的 所以应该说还是马氏正前蝎 它相对地会 我们认为它会毒一点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蝎子时 首先注意到的是尾巴上的毒针 和两根粗壮的触肢 这是蝎子对付猎物的重要武器 这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 一只蝎子用触肢 夹住了和自己体重相当的楼姑 楼姑喜欢吃植物的根茎 也捕食昆虫 但是今天显然不太走运 它拼命挣扎 试图摆脱蝎子的控制 但为时已晚 蝎子的毒针 狠狠刺进了楼姑的体内 蝎子的毒针 就像蛇的毒牙 从顶端的小孔注射毒液 蝎毒是一种复杂的神经毒素 可以麻痹猎物的神经系统 从而使猎物失去反抗能力 很快 毒液生效了 正因为有了强壮的处肢和威力巨大的毒针 蝎子才能够捕杀像楼姑这样强壮的猎物 但是蝎子在漆黑的夜里又是怎样发现猎物的呢 尽管她的眼睛大家都说她的视力很差 又没有耳朵 但是她对环境的一些是非常敏感的 蝎子共有四对眼睛 头顶正上方一对较大中眼 嘴的上方两侧有三对侧眼 蝎子的视力虽然只能看到十几厘米 但凭借身上稀疏的蝎毛 却能感知周围一米范围内昆虫的存在 蝎子有蝎毛 它那个蝎毛实际上 一斗的这样的一个斜动 一个动作它都能感觉到 所以它定位非常准 所以这个有声音 这个这个整动 等等国国方面 动物的从哪个方面来 以及往哪个方向去 它的定位非常准确的 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发现 蝎子身上那些稀疏的蝎毛 是长在非常娇嫩的圆形组织中心 蝎毛可以敏锐感觉 周围空气细微的震动 就算是在黑暗中 蝎子也能准确判断猎物的方位 它的尾巴像天线 实际上它能够接受信号 现在它不光能接受 它也能发现信号 如果仔细观察蝎子的活动 就会注意到 蝎子在活动的时候 总是把尾巴上的毒针高高举起 很多人认为 这是蝎子在炫耀自己的武力 用高高举起的毒针 警示其他生物 可是专家在研究时 却有新的发现 研究它的蝎子感光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蝎子的尾巴 我们经常开玩家讨论的问题的时候 是跟眼睛一样 因为它具有动物眼睛观察东西所有的 这些蛋白其他的信号传导系统 原来蝎子高举的毒针 除了平衡身体炫耀武力 还能感知周围光线的变化 算得上是蝎子的第九只眼睛 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感光物质 从我们研究蝎子的感光 它应该对板薄光场比较敏感 所以它在晚上很弱光的情况下 有星星或者是完全很黑的情况下 它都能够看得到 随着对毒蝎研究的深入 专家们越发感到大自然的神奇 而对于全蝎基因的不断破解 也让蝎毒致病的秘密逐渐揭开 一直以来人们常用蝎子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那么它的科学依据到底是否存在呢 我们发现了具有治疗立风湿关节炎的蝎毒素基因 然后我们通过动物实验 我们就发现了 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了这个蝎毒素 能够有效治疗立风湿关节炎 我们也发现了这些特定具有治疗 多发性硬化症的蝎毒素基因 在动物实验上也很好证明了 这个蝎毒素能够有效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不仅说明了古代我们中医用蝎毒 或者全蝎的治疗疾病是有科学道理的 而且进一步说明了蝎毒液是个 现代药物发现的一个资源 吴英亮他们在研究中不但发现蝎毒中 有能够治疗内风湿性关节炎的基因 还发现了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以及抑制肿瘤增生和转移的蝎毒基因 蝎子这种经过4亿多年演化而生存下来的古老生物 一直被人们当作可以治疗疾病的药物 科学家们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研究 在蝎毒素中发现了针对人体疾病的相关基因 随着科学家们对蝎子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蝎毒基因中必然会有更新的发现 他深藏剧毒却是药材中的珍宝 他寻奇松迹探究如何变毒为宝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药材新说之解惑舌 Beef 感谢观看